美国情报头子数次秘密访问中国 拜登政府到底要干什么 据CNN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称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博恩斯再度秘密访问了中国 在经历了一年极度紧张的局势之后 美国正在努力重启与北京的关系 博恩斯会见了中国的同行 并强调了在情报交流中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首先报道了博恩斯的访华行程 称正是迄今为止美国官员的最高级别访问 而拜登政府正试图恢复以中国高层的接触 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博恩斯在北京讨论的具体情报问题尚不清楚 但美国媒体声称这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一名美国的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此次会议是为了让流浪气球事件后的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比尔博恩斯不仅仅只是美国中情局局长 还是被拜登表彰做出杰出贡献的内阁成员 在很多人看来 两个大国之间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部 也有负责军事外交的国防部 还有什么事需要中情局的投资往返解决呢 当然有必要 而这种沟通方式在处理敏感问题上往往比外交交流更有效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 重用情报局长进行跨国沟通 充分证明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 这种方式便于双方交流敏感突发事件 比如在流浪气球事件上的直接沟通就很重要 美国前参谋党联系会议主席米利将近 最近首次承认流浪气球并没有溃探美国的情报 说明美国军方和拜登政府已经回归理性 因此其情报投资还可以和中国谈及一些 拜登政府因为政治正确不得不交底的事 比如美国国会要求拜登政府像支持乌克兰一样 对台捐赠武器 额度是三亿美元 最后拜登只同意八千万美元的额度 而且提供的可能只包括一些培训咨询类的支持 这类问题 拜登不可能拿到台面上以中国协商 而是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沟通 由美国的情报投资出马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受到政治正确的干扰 也可以避免中美矛盾 因为这些突发事件而加速恶化 第二 要证明中美终止军事交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对美国来说 对华关系最敏感的问题无非就是台海问题 以及军队之间互动所带来的风险 当然还包括美国正在发动的对华芯片战争 所导致的脱钩风险 台湾问题虽然敏感 还可以通过外交渠道来交涉 芯片战争通过商务部门的协商也够用 只有双方的军事交流全面中止 才会带来严重的插枪走火风险 所以如果中美高层军事交流出现长时间的中断 美国的情报头子就需要更多的往中国跑进行必要的沟通 甚至要了解中国在军力建设方面的成就 我们要注意点 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情报刺探 不一定全是坏事 中国有时候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 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军力的强大 从而让美方保持头脑冷静 第三 此举也证明 拜登政府正在加速适应中美竞争的新格局 中国可以继续听其言 观其行 不管美国是不是很坏 对中国都不会好 但是美国政府的一切决策都要以符合美国利益为准进行调整 所以拜登政府的任何对华战略打压 如果发现效果不理想 就有可能做出改变 美国的情报头子频频来中国 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 仍然处于快速调整和适应阶段 中国当然也不用着急 总体而言 虽然我们不知道伯恩斯几次秘密来华谈了什么 但是也能证明拜登政府想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 至少是稳定中美关系的迫切心态 对此我们当然要听其言观其行 毕竟中美关系的稳定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是我们对待美国的唯一标准